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《菁英論壇》 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中共自己都已經承認這個手術 所以它做的 活體乾淨治手術 所以胸口有一個35厘米的疤痕 這個例子是千萬分之一的機率吧 中國的器官黑市上 一個完整的內臟可以賣到一千萬 有媒體說每個人 其實都是行走的一千萬 活在器官最早的吹哨人是大紀元 利用殺害人的生命 來謀取金錢的利益 超越了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底線 是人類流史以來最大的邪惡 中共活在器官 主要是集中在法輪功學 現在的這個黑手 它早就升向了廣大民眾